太北第一阴法宗室阿赞并佛历2541年590昆平座古曼佛牌 阿赞并圣物以强效成愿迅速地招揽财运、人缘和极强的党险必灾文明 除了有帮助加强人缘、提升佩戴者魅力及强异性缘的效力之外 帮助佩戴者催旺财运和带来生意的强大灵力及达成其心愿 招财效果异常强劲 阿赞并590一期为什么会成为590呢? 下面详细介绍一下 这七圣物使用的是派粉而不是派古曼粉 也就是说不是用孩童的骨灰加持入料 而是大人的 力量更强也对加持要求更高 其中所指的590分别包括 七名英灵、太二五一九民主斗争中牺牲的大学生 七名葛良人、泰国边境最贫苦的少数民族 六名太北皇室成员都在皇三族内出于保密并未公开姓名 但因为北部府传闻被谋杀的苏利亚法一家 当时的官方说法为车祸 十名泰北各府有身后福报和善业的高寿者 十名泰北苦行僧按照释迦牟尼古法 模仿印度的苦行僧 十名泰南伊斯兰教暴乱中牺牲的泰国军人 在对泰国南部伊斯兰教反动者青角中牺牲 九名白衣修行者阿赞利、阿赞卫等多位大师的手骨和腿骨 阿赞并说只有采用有大福报的人、有修为的人、有尊贵身份的人入料才会有大功德 在此介绍一下其中部分派返 七名英灵、二五一九民主斗争中牺牲的大学生 被称为泰国国家民主之魂 当时泰国民主人士为争取泰国社会民主、惩治腐败而发动的学生大规模思潮 可是军政府暴力射杀千余学生 使得这些一心为国家民族发展 对这片土地热爱深沉的民主人士和大学生惨遭杀害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直到二五三零年 阿赞并在千方百计之下 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七位学生的遗骸 并同灵征求同意使用他们的骨灰加入之中 当时非常顺利 因为这七位英灵竟然完全没有一点反抗 灵体一心向佛 并强烈地爱过 富有舍己为人的精神 而这些灵骨得到加持 并且力量超乎寻常 用阿赞并的原话就是 整个大地都为他们感动 神佛都祝福他们 他们不会衰灭 而且为他们敞开一条光明之路 还有七名葛良人 其实葛良人在泰国北部 于缅甸接壤的地区 被誉为历史遗忘的山族人 还被称为一生下来就被贫困折磨的部落 甚至在历史上很长的时间里 都得不到泰国的认可 也得不到缅甸的认可 问及阿赞并备和选用葛良人骨灰的时候 大师说过 这辈子他们受的苦难 比我们几代人的都要多 他们会在来时有福报 他们会得到好的轮回和祝福 在用佛法驱除了利器之后 派59灵中就得以增添了这个重要的福报灵力群 这就是近代泰国最为著名的派59灵昆平伯牌 欢迎订阅本频道 了解更多佛牌知识